我提出一個口頭問題 就是關於港台架構的一些看法 因為剛才我就問到 港台會不會檢討它的架構裡面 在政府裡面的角色 將它獨立於政府的架構 擁有自己的財政和刑辦的權力 政府的官員有和答案是一句的 說我沒有現時沒有這方面的研究 我對這個答案是非常之失望 因為現時港台的營運是困難的 也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 我會形容港台現在是掌頸就名的 為什麼呢? 一方面有很多政治的干預 港台高層有很多的政治審查 干預港台的編輯自主 我剛才在議事廳提到 集帝永續這幾隻字 原來是港台的禁字 不能出街的 我剛才也說到 其實有很多的編輯的內容 是受到去審查 例如陳浩天民族黨的演說不給直播 都是另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些就是政治干預 另一方面在財政上 其實以現時的人手 以現時製作節目的資源 其實沒有辦法頂得住24小時新聞 亦都沒有辦法做到很多高質素的節目 大家要記住 港台當年是一個節目的提供者 現在搖身成為一個類似獨立的電視台 有這麼高的公共廣播的使命 其實政府又不給大樓他 其實是陰乾著他的做法 所以當我們見到港台 更加是受到審計署 說他作為一個政府部門 要行公兩席 跟著有小人看的時候 政府有沒有反省過 你給多少資源 投放到公共廣播 這個這麼大的使命裏面 當港台最後一天 會是再被受多些的批評 再被受多些的陰乾 香港損失的是整個公共廣播的服務 我們損失的是更加多的言論自由的空間 更加多獨立於政府 不受政治干預的言論空間和觀點 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重大的損失 也是我們絕對不想見到的 這個是我其中一點的補充 我加給王文靖說多些 我非常遺憾 不論是官員或者是建制派的議員 似乎對香港電台這個議題 是一知半解的 由商經局的局長來回答這類的問題 已經是令人覺得真是不恰當 而邱騰華大家聽到 他是將公共和公營廣播交替來講的 公營就是純粹用公帑來營運政府部門 但是公共就是不受政治干預的 現在你看一下有建制派的議員 直接講到明說 政府不准香港電台做陳浩天的有關港獨的直播 都對的 誰說政府不准啊 不是說編輯自主嗎 你說完全是不能想像的問題和答案 另外那個建制派的議員的問題 還包括了 政府有沒有在過去幾年 指出香港電台犯過的錯誤 有沒有向他們施展一些懲罰等等 這個完全是失心瘋的問題來的 但是政府是完全 那個官員是面不改容 是夠膽回答的 又說公營什麼什麼 這個真是令人失笑得很重要 什麼的錯誤 偏採的錯誤 這個就是香港電台現在最難 自己能夠定位的一個難處在這裡 第一個是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當然是聽的 政府要講話的嘛 水無寸不會不聽 政府高層說如此這般 但是這邊就說我們偏採自主 我們一定是免於商業的干預 又或者是政府政治的干預 那許智峰最後的問題就問得最直接的了 那你是不是研究不如獨立於政府 他說我們沒有這樣的研究 又不告訴你為什麼 許智峰有問的 1997之前 彭定康臨走的時候 已經私下和很多很多香港的記者 我在其中是說 他是很遺憾離開香港的時候 他是沒有做這件事 就是將香港電台 變成類似英國廣播公司 BBC那一類的身份和架構 他說當時因為他忙於香港的政改 還有醫管局 他搞了醫管局 他太忙了 這樣是放下了 但是以後這麼多人的特區的政府 他們幾個特首一路下來 都是知道這件事的 現在大家看到林鄭月娥就索性 我消虧曹徐 總之大家都不一起不動就不動 你看邱騰華連答 為什麼說不研究都不回答 這個真是香港電台 現在好像成為香港的 我們廣播有意義的廣播歷史當中 一個死結 有請問 有請問 大家看到了 你叫它在英文 那是一件不思考的 提醒,RTHK 可能合作 政府的信息 所以他们 认为RTHK 是一红政府 一红政府 一红政府 和批判器 这不只是 批判 这部网站很严重 就够了 我刚才说 我刚才说 这部网站是一贯的错误理解 当然,何君堯 很明显有他一贯的错误理解 就說將香港電台和政府新聞處合併 你不是說明你從來覺得香港電台 應該只是一個政府的部門 政府的喉舌 正是為政府推廣他的信息 這個完全是違反了公共廣播的理念 我覺得賀君堯的說法 說要將港台和其他政府部門合併 其實就正正反映了他們心底裏的一種想法 就是港台應該是阿公的 港台就是要政府自己去監管 做得不好要罰的 所以要行公兩席 所以要要議員去看實他 但正正公共廣播就不是這樣的 公共廣播就講得明白 我們的營運是不受干預 不受政治干預 所以如果你合併的話 只會受更加多的政府干預 你的本質就變成政府部門的一部份 這正正和我們倡議的公共廣播背道而馳 提一提大家 九七前 即使是九七前的香港電台 當時的廣播處長是張敏儀 他已經時時講的了 即使是殖英籍的政府都曾經警告香港電台 不要咬為你的手 Jerk by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即是說那個老闆來啊 聽著就聽說聽話 但是香港電台在九七前都可以企硬 所以剛才說的 彭定康來到香港 他知道港台是有這個問題在這裏的 內裡或者是外在的向他夾攻呢 是很難頂得住 那希望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們仍然 再一次需要香港的一個 支持港台運動出來 如果不是呢 就是曾蔭權時代的時候 他們曾經是有個這樣的揚謀 就說香港電台撿了它 然後我們就由頭來過 那個字眼是 to start with a clean slate 大家有沒有印象呢 曾蔭權時代的事來的了 說撿了它 然後由頭來過 搞一個正式的政府部門的喉舌的事 終於當時有 撐港台運動呢 大家頂住了 但是今時今日呢 我看到的走勢呢 似乎是想將香港電台 再一次暴露於風雨之中的了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